中秋禮盒上菜秀掌聲歡迎 首先入場的是天生火災大安戰的學員 資源定為貴娟以及地心良兵 還有我們的愛博多屁股仁公文琦和妙妙以及我們的逸琳還有李彥 請大家掌聲歡迎他們 他們可以說練習派牌非常非常的久 要做最好的呈現來給大家 那當然緊接著出擊我們的就是我們的帥氣度後表的唐宇澤 以及我們的李嘉宜我們兩位公益大使 哇大家準備了這麼久 好我們是不是有哪邊的媒體朋友還沒有捕捉好畫面可以揮一下手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嘉宜 哈囉大家好我是宇澤很開心今天在這裡見到你們 好還有我們的藝名對不對 那是不是呢 好他現在在裝窟當中 對因為他沒有人 因為現在沒有音樂所以他比較緊張 是他比較緊張 沒關係等一下有他的那個單獨的那個對白 好那我們是不是請一下呢我們的佳穎以及我們的宇澤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這一次呢跟我們的唐寶寶藝名 我們也有進行平面的拍攝還有錄音 這當中呢有沒有什麼樣的感覺要跟大家來分享的咯 什麼樣的感覺啊 藝名有感覺嗎 也還好 也還好 也還好喔 可是你不是玩得很開心嗎 其實拍攝那天 藝名非常的緊張對不對 一開始呢 很緊張 但自從有了音樂之後 他就可以開始在現場 大肆的跳舞啊唱歌 你還記得嗎 那你記得你的主題曲是什麼嗎 他真的很可愛 他真的很可愛 就是小蘋果對不對 對啊會唱又會跳這樣 所以其實非常可愛 到後來其實他玩得比我們還 玩得比我們還瘋 不要看他現在在裝褲 其實他是非常非常活潑的對不對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信念喔 讓你們對於公益這麼樣的支持呢 是不是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對我來說 幫助人是我當藝人一個很大的動力 然後我也覺得這是一個責任 因為藝人常常在公眾的眼裡面 會在電視上 會在各個場合出現 那我覺得應該帶給大家的是正面的影響 然後還有用大的影響力 來影響每個人可以去做更多幫助人的事情 可以去帶領著 願意幫助社會的人一起來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參加公益或者是幫助人 是我當藝人一個很大很大的 我覺得是一個責任 還有我自己很希望可以透過我的影響去做的事情 其實這個工作是莫非受到很多觀眾喜歡之後 我跟宇哲接到一個真的很開心的工作 就是剛好藉由中秋佳節快要到了 然後可以擔任唐樹正基金會的工藝大師 然後把這個愛心的訊息傳遞給喜歡我們的觀眾 還有很多的青春好友知道 然後 就像宇哲講 其實這是做藝人工作 我們要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這其實是一個責任的感覺 今天心情真的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是我們戲拍完之後 第一個街道的工藝活動 然後剛才宇哲跟我都有提到 這其實是我們受到觀眾歡迎喜歡之後 最大可以發揮的影響力的一個機會 然後今天這個活動真的很有意義 它就是唐室基金會他們主辦 幫助唐寶寶還有身心讚愛台體 他們手工製作的這些糕點 可以在中秋佳節的時候 傳遞到台灣很多需要的 幫助的一些低收入度的家庭 所以很希望 喜歡我們的粉絲 然後可以透過這個活動 知道這樣的訊息 然後芝琪一起響應這個愛心的活動 那宇哲有沒有講一下 就是因為這些手工女士拍完之後 你不情侶的 然後說現實 那當初想說這個組合會大 其實當初真的是 一點也沒有想過 因為在拍戲剛開始 應該說拍這部戲之前 我們是完全不認識對方 而且連工作都沒有見過 也完全不熟 也沒聽說過任何關於對方的事情 所以其實一切都是拍戲之後的默契 然後也特別謝謝觀眾朋友們 因為沒有想到這個組合會讓大家這麼 那麼喜歡 然後也因為我們的故事 就是讓很多觀眾朋友覺得有共鳴 所以其實蠻 蠻榮幸的 對啊 但是那個戲下檔之後第一次都拍嗎 戲下檔是吧 對對對 各外門 街道從活動 其實特別 因為我們在戲還沒拍完 我們就為了這個活動拍照 然後戲拍完之後 再一起為這個活動出席 其實特別感覺特別好 因為是跟熟悉的人 然後也可以一起做這樣的好的事情 就是我們兩個一起 但是是做這樣的好的事情 傳遞給大家 我覺得特別有意義 對吧 對 對 剛剛看 因為拍照的時候有跟那個 淘寶寶一起相處 是 然後剛剛看你們在台上也滿開心 可以講一下跟那個淘寶寶相處的感覺 其實跟淘寶寶相處的感覺 我不覺得跟一般的孩子有什麼不一樣 對吧 對 能唱能跳又能玩 是 對不對 對我覺得其實 只是需要多一點點 或許可能需要多一點點 耐心吧 去交流 然後去認識 因為淘寶寶很多時候會比較內向一點 會比較害羞 你有嗎 還好對不對 就是我覺得會比較內向害羞一點 我覺得是需要多一點點的耐心 然後去聆聽 還有 去瞭解每一個淘寶寶的性格 怎麼去跟他們相處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嗯 那今天不只中秋節 七夕情人節快到了 嗯 有個別的計畫嗎 七夕是幾號 我不知道七夕情人節快到了 是幾號 8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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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個人可能不在台灣 妳呢 我不知道我會在哪 我沒有 我不知道七夕情人節快到了 嗯 應該就在放假了 對 那我應該就應該在國外工作那個時候 對啊 我本來是兩人變成好朋友 不過蠻多粉絲都想要 蠻希望你們兩個假氣真正的 對彼此有來電嗎 對彼此有來電嗎 對彼此有來電 我們的戲裡非常電啊 就是每天電了四五個月 然後現在 嗯 就是 還是感情特別好 然後 嗯 挺好的 就是 目前是很好的朋友 感覺很好 嗯 所以彼此是對方的差 你說最喜歡對方哪一個 最喜歡對方哪一個 最喜歡對方哪一個 哪一個 很有愛心 好官方喔 我 我覺得 我最欣賞的是他的 工作態度 對 因為其實他這次演這個戲真的非常的辛苦 然後 有非常多的順利跟不順利 也有很多 大吉 但是 他真的很勇敢去 就是去面對每一個挑戰啦 我覺得這是我最欣賞的部分 嗯 嗯 可以有機會跟宇哲一起合作 是一個蠻開心的經驗 然後 他在工作上面的態度其實也是很好的 嗯 剛才他有提到 就是拍這個戲過程其實有很多的開心 也有很多的挫折 但是 嗯 可以遇到一個就是彼此互相 鼓勵 嗯 然後互相幫忙的一個演員的對手 其實 嗯 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嗯 不過佳穎最近那個桃花好像難過 嗯 你只有感受到他的演力嗎 喔對啊 他很受歡迎的 就是 但是我覺得 呃 因為他特別開朗 然後特別 不會去 怎麼講 比較不會去感受到別人對他有什麼 什麼 類似 就是 一些不管任何感覺 他是比較大啦啦的女生 所以其實 跟大家容易比較相處 所以難免容易被 誤會啊 但其實 真的也沒有什麼 其實就是 這都是一對好朋友 然後其實各自也 也沒有什麼 對啊 就不用太理會這個新聞 對啊 所以佳穎有覺得自己的桃花是特別的嗎 真的沒有特別 這麼感覺 是嗎 因為我最近 真的嗎 真的 喔 好啦謝謝 就是 因為戲殺青了 之前其實忙了很久 很久很久沒有放假 然後 很少時間可以陪家人 或者是跟朋友聚聚 所以我就 利用了最近休息的時間 跟朋友出去 其實就是很正常的跟朋友相處這樣 然後希望媒體就是 謝謝你們的關心 對 那最後再幫我們 推訪一下 OK 嗯 就是這個 唐氏正寶寶的愛不囉嗦行動 希望大家都可以 真的動起來來支持 然後一起來 給他們更多的就業機會 給他們更多發揮的空間 因為其實他們也是可以 很優秀做很多很多 跟我們一般人都是一樣的事情 對吧 所以你自己 希望有更多工作機會 對 對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希望可以 多多的關注 然後多多的幫助 也多多的一起做這樣的行為 讓更多人知道 更重要的是 這是一個傳遞愛心的概念 就是可以把這些愛心傳遞到 全台灣甚至到東引離島的地方 都可以很多弱勢的家庭 他們都可以藉由中秋節 收到一份很好的關心 這樣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一起支持這個活動 謝謝 謝謝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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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辛苦了